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续了之后 他大吃一惊 与他原来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 这个斯特利科夫究竟他说的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请刘晓飞先生 请他来分析一下斯特利科夫 为什么做出了与大家想象不一样的结论 斯特利科夫的身份挺有意思的 当初在俄罗斯夺取克里米亚过程中 斯特利科夫发挥的作用影响力应该是巨大的 所以按说他对俄罗斯本身的忠诚是毫无问题 但是他对俄军的评价 如果放在中国互联网上去说的话 如果不说是他的话 换个别人说 那一定会被咱们的网络骂成是严重亲美 实际上他的现在观点 按在我们国内很多自媒体的评论上 你太亲美了 你跪着爬不起来了 他基本上这么一个身份了 他所表现的是什么呢 从开战以来 他对普京的整个战略 对俄军的战术表现 好像就没有过一句好话 一直在批批说你这也不对 那也不对 这次他到前线转圈 是因为终于说普京允许他直接上前线了 可能给你一个营长的位置去待一待 那营长就营长 这个应该是从上面来讲 可是坑他一道 因为你再怎么能打 你再怎么能说 就算你真有本事 你当个营长 你能力挽狂澜吗 你这么大一个战局 就是你当个营长 你得输 最后输完了以后 你还骂你自己 就是堵你自己嘴巴 第二 你真要是给斯科列夫一个旅 一个集团军 那万一要是他打赢了 这功劳是算斯科列夫的 还是算普京的 也不能让你赢 如果在战场上你还不幸 吃发炸弹 吃个子弹 那好 以后还少张嘴 少啰嗦 所以我觉得这一招 把斯科列夫送上战场 这是一举多得的一个 让他闭嘴的好办法 结果我也没想到 这个政府对他算是够保护的了 你上战场吧 你好 武器造出来 兵没有 你老老实实找个地方 待着吧 安全怎么来 最后待了五个月 他又回来了 结果回来之后 其实斯科列夫没有意识到 自己是在一个被保护的状态下 活着回来 回来更不满意了 就是各种各种 接着骂吧 说这个俄罗斯的战术水平 都实在是不行 再有呢 恐怕就是新兵啊 这个掌握战术能力水平的问题 最后他不也讲了句吗 说俄罗斯的这个士兵 和低层军官 好像一直适应不了战场的新变化 这个也是俄军一个传统 俄军传统就是说 他的战术思想是不允许 下面轻易做调整的 就是你想自己战场 是临时改变作战方案 不允许 但是这个斯特里克夫 他的印象是什么呢 尽管上面呢 可能有自己的战略战术 到了基层 他们不知道如何执行 这个战略战术 那么他在中间就出现了断层 这个原因 是不是和他的士气有关系 我觉得不仅仅是士气有问题 还有就是你现在战略战术 定出来之后 其实我们很多地方 搞这个应急预案也是一样 我定出宏观的东西 但是因为宏观的东西 对基层的情况了解也不够 基层对宏观的理解可能也不够 中间又不允许下边的军官 就自由去发挥 那就可能出现了情况了 你要我干什么 但是你又不告诉我怎么办 我自己又没权利定怎么办 所以俄军的整个决策机制 是要调整的 那么他回去以后发了这些牢骚 那么对俄罗斯国防部系统来讲 会不会在战略战术指挥决策上面 带来一些改变的你认为 我觉得不太会 因为这些情况 即使斯特勒科夫不说 其实前线的官兵反应的 应该也是足够了 斯特勒科夫只不过是这张嘴 对公众说了很多 带着情绪去说 准不准还是一回事的 比如他反复去强调 说乌军的士兵战术的素养 士气要比俄军士兵高很多 还不是高一点 是高很多 这句话你俄罗斯国防部怎么去讲 我没法承认 不能这么去说的 但是斯特勒科夫这一句话 弄得国防部 也不好说什么的 所以他这个观点 其实也就是只有一少部分人 同意斯特勒科夫 就是瓦格纳雇佣军 瓦格纳雇佣军的普雷克金 他们那个董事长 他也说过 说乌军的战术素养和士气 普遍的高于俄军 就他们俩人说过这个 但是俄罗斯高层肯定不能承认 所以其实不管是哪一个军队体系 需要这样的人存在 但是这样的人存在 不一定会影响整个战争的长相 这就是可能是斯特勒科夫 他自己的悲哀 好 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往我们面前面 下一期我们再见